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Eaton 非法移民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 非法移民进入我们的家居住 还是一个梦吗 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 那我想 怎么这么官方的声音出来 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新闻 还有报道 然后就说 哎呀 这个什么什么 那个周长说了 或者是谁 周拜登或者贺锦丽说了 说把非法移民放到你的后院去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个事好像很难实现 或者很难实施啊 或许他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这件事真的会发生吗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哈 一个真实的案例 在半年前呢 马萨诸塞州的州长 他在半年前他就开始呼吁居民哈 就说哎呀 这个非法移民呢 是一个问题呀 然后我们需要接纳他们等等等等 就说那我们其实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 因为州跟联邦 大家负担都很重哈 最好的做法就是说 我们可以接收非法移民 住进自己的家里 我现在看这个视频 我都觉得说 太奇怪了 真的可能吗 但这个是他半年前说的话哈 现在已经实现了 已经正在开始做 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他半年前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Mingwhil over in Massachusetts Governor Maura Healey declaring a state of emergency due to emergency shelters there reaching capacity with migrants Officials say there are almost 5600 families and over 20,000 individuals in Bay State shelters This is 80% higher than this time last year Governor Healey's administration is now asking Massachusetts residents to help with the crisis If you have an extra room or suite in your home please consider hosting a family safe housing and shelter is our most pressing need become a sponsor family you can contact the brazilian worker center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how you can step up if you're willing to have an additional family be part of your family in the governor's letter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n tuesday she stated that the crisis is currently costing the state of massachusetts 45 million dollars per month on programs to assist the family 嗯我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因为加州也曾经过有这个样子的一个 然后现在别人说是谣言啊别人说是加州的谣言因为那个时候就讲说哦那时候非法移民要来 然后呢政府会逼着你的你家打开然后呢接待这些非法移民然后如果说你后院有房子的话 呃他们会ADU对对他们会逼你把这个房子租给低价的租给或者是直接让这些非法移民 来去居住然后政府给你一些钱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吧对对对那其实这就是政府的梦想 这是政府最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土地是你的你在欧洲里任何一个国家有些人会被叫做lord 然后就是呃贵族各方面那些人跟普通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就他们拥有土地 所以说只要有土地的人就是自由的人这个想法其实是一直生根在所有的人 在心中的呃中国人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尽管上海的房子这么贵 大家还是要去在那边挖一块土地 然后认为自己那块是属于你的现在他们就是在利用这个方式 六个月前就在用这这样子的方式来呼吁大家跟大家说 你们可以这样子做你们这样做的话会是一件好事哦你是会做你是在做善事哦 你在做一个我们都希望然后可以造福社区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美化这一整件事情 那我们可以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州长自己不接收 对就我想问了说州长请问你有帮助了几个 是吧这个非法移民睡在机场没有地方去的非法移民 那很多时候我们所有这些立法者他们立的法他们自己都不做 哦对啊什么那个说什么开电车 请问州长你有这个节能减碳吗 你走到哪里你的确是开电车吗 你没有坐油车吗 你去到外州你也不坐飞机吗 你的飞机是发电的吗 就是等等等等的他们自己都不做 但是他会要把这样的东西去要求你 就是你们要去做 因为当你们去做的时候我们整个社会就会怎么怎么样了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种条款完全不适合用他他们自己的身上 对因为你想想看就是他们最常用就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有私人汽车 对大家为什么不都做大宗交通就好了 你看日本多怎样怎样怎样 你看其他国家这些大城市 他们都不用自己的这个自己开车 然后大家都在这个公众交通就好了 你看台湾多棒啊大家都坐捷运 那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包括在台上呼吁 因为如果说各位知道政府呼吁是什么意思的话 政府就说这件事情很好 你可以去做做看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他会强迫你去做这件事情 这是永远的定律 永远那个就连希特勒的时候杀那个要什么 那个犹太人的时候他都是讲说 我们应该要把犹太人有自己的社区 德国人也有德国人的社区 这个样子会很好哦 你们要不要开始去做这个样子一个分类 然后之后呢他就开始强迫去做这样的事情了 这是每一个政府的运作模式 这是每一个人的运作模式 我打个比方 我在家里 我叫我小孩去做事情的时候 我会叫他说 小Blake 你那个鞋子回来为什么不放好 是不是要放好一下 小Blake 已经晚上八点半了 你是不是该睡觉啊 I'm very polite OK 我就说 你是不是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 你只是用一个比较礼貌的方式说出来 对 你就看他挑战你底线挑战到什么程度嘛 对 那如果说他的回答是 No 我不要把鞋子放回去 或者说 No 我不要去睡觉 接下来就是 去睡觉 把鞋子放好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 你鞋子乱放你就是要放好 现在八点半了 你就是应该去睡觉 这就是一个 Everything comes with a demand 然后这个是所有的 政府认为说人民应该做的事情 政府认为说人民应该要跟小孩一样 什么都不懂 然后什么都不做 然后呢 就是完全听从他们的 这也是整个共产主义要给的一个假象 就是人民 OK当小孩 政府当父母 OK我们做什么事情 你们听着就好了 但是这个是个假象 其实政府要做的是点狱长 政府想要把所有的人民关在这个地方 各位要知道就是 政府不会爱你 政府不会爱你家 政府不会在乎你要什么 政府只会在乎他要什么事情 政府常常会要美化这个样子的行为 然后就说你看隔壁的邻居 你看Felicia她这样子做了 对不对 她开电车 OK 她做了节省减碳 她垃圾分类 然后呢 她各方面的东西 她是我们的模范榜样 发一个证书 对对对 然后州长跟我问 然后我上电视 然后我得到表彰 然后我那个政府给我发支票 然后帮助我 我成了社区的模范 到处给大家讲 你一定要这么做 这样做非常好 你看政府给了我多少东西 你看我是荣誉呀 我什么荣誉居民呢 什么然后我们社区是荣誉社区呀 之类的 这就是政府现在在做的事情 然后也是我们的新闻 主流媒体在播报的方式 以下这个视频是 真的发生的 就真的一个家庭 然后一对夫妻 开始接待 这个非法移民到他家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新闻的内容 这些人的家庭 这些人的家庭 在这些人的家庭 中的家庭 中的家庭 MINGTRACKS. WBZ'S BRANDIAN TRUITT IS LIVE IN BROOKLYNE WITH THE GROWING DIVIDE IN THE MIGRANT DEBATE. HIS STORY ALL NEW AT 8. BRANDON? LISA, WITH THE STATE SHELTERS AT CAPACITY AND THE IMAGES OF THOSE FAMILIES SLEEPING AT LOGAN AIRPORT, THE STOAKS FAMILY SAID THEY KNEW IT WAS TIME FOR THEM TO STEP UP AND HELP. THE FAMILY IS LOVELY. THEY ARE SO APPRECIATIVE. IT'S BEEN WONDERFUL. WHEN COLLIN AND JESSICA STOAKS CALLED THE STATE TO SIGN UP TO BE A HOST FAMILY, IT TOOK LESS THAN AN HOUR FOR THE DISPLACED MIGRANTS TO BE DROPPED OFF AT THEIR DOOR. HOW MANY PEOPLE ARE COMING? WHERE ARE THEY FROM? WHAT AGES? WE REALLY KNEW NOTHING. THE NEED IS SO CLEARLY OVERWHELMING. THE FAMILY OF FOUR WHO DIDN'T WANT TO GO ON CAMERA HAD BEEN SLEEPING AT LOGAN AIRPORT. THE PARENTS AND TWO KIDS JOURNEYED FROM CHILI TO TEXAS THEN MASSACHUSETTS. AND THERE ARE SO MANY STORIES LIKE IT. IT BOGGLES THE MIND THAT THERE ARE SO MANY HUNDREDS OF THOSE STORIES AND THOSE PEOPLE WHO ARE IN SUCH A STRESSFUL, TRAUMATIC TRANSITION. IT COMES AS THE STATE'S NEWEST EMERGENCY SHELTER IN ROXBURY REACHED ITS CAPACITY OF 400 PEOPLE IN A WEEK. AN OFFICE BUILDING IN BOSTON SEAPORT COULD BE THE NEXT SITE, BUT THERE ARE CONCERNS. HAVING A SITE WITH NO RUNNING WATER, NO SHOWERS, TO ME, WOULD BE A NONSTARTER. IT IS INCREDIBLE TO OBSERVE ON THE FRONT LINES HOW CHALLENGING IT IS. THE STOKES ARE GETTING A CLOSER LOOK AT THE STATE'S MIGRANT CRISIS THAN THEY EVER IMAGINED AND STRESS THE NEED TO FIX IT IS GREATER THAN MANY OF US KNOW. JUST THE DYSFUNCTION IS REALLY DISHEARTENING AND I KNOW THAT REALLY WELL INTENTIONED PEOPLE ARE WORKING AS HARD AS THEY CAN. IT'S A STATE OF EMERGENCY, BUT IT IS DISTRESSING TO SEE THE VALUE. AND YOU KNOW LISA THEY SPOKE WITH US TONIGHT TO TRY TO INSPIRE OTHER FAMILYS TO MAYBE SIGN UP AND HELP AS WELL. THOSE KIDS ARE STILL WAITING TO BE ENROLLED IN SCHOOLS. THE PARENTS ARE READY TO GET TO WORK BUT THEY HAVE BEEN TOLD THAT THEIR WORK AUTHORIZATION FORUMS COULD TAKE MONTHS TO PROCESS. 我覺得好像中國的新聞 電台會爆的東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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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內容 對,還有這種PROPAGANDA的形式 好像喔 那我不知道各位看的之後 你的感覺是什麽樣子 因為看起來就是很和諧嘛 那不是看起來嗎 你想想你找多點想想都知道 不和諧呀 哈哈哈 也不是說不和諧就是 多麼難以想像的事情 然后 yeah I don't know 我真的不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对你自己的家庭不负 没有任何责任的一个行为 你各位可以想想看 他上面讲的很酷 就说 我只是接受了这个做法 然后一个小时之后 政府就送了一家人到我家 我的妈呀 够快的了 然后我就在想说 他们是谁 他们从哪里来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他们什么什么什么 你在对一堆人 没有任何的一个了解的情况下 你就光一个 你都很难让他进你的家门 然后他来了一家人 你说实话 你真的美国政府都不知道 这些人是什么人 因为很多人进到从边境进来的 他们是在本国犯罪的人 有很多什么那种 那个什么杀人犯 什么乱七八糟 他们都是犯过罪的人 然后他们国家政府也不想要他们 他们也不想要管他们 就出来吧 出来就都跑到这里 然后还有什么 都是那个就是军灵的男子 然后你就是 比如说一口劲可以杀十个我的那种 那种人 对 你怎么能够放心 把这些人 就放到家里 你根本就不认识他们是谁呀 你根本就完全不知道说 他们底到底是什么 不是你说纽森家里多大 州长家里多大呀 你们家的一间房 或者你们家的一个后屋的房子 就是让他们去住不行吗 因为像居民的话 他只有一个小房子而已嘛 你来了 我还要跟这些人用同一个厕所呢 没错 你像看那个Ron DeSantis 把那个非法移民送到欧巴马 他家里那个时候 然后一去 好像才三十几个人 然后他们那一对那个有钱人 就是欧巴马 一堆那个明星跟政治人物住的那个地方 就受不了了 对 就说什么 这个不行啊 这谁弄的 Ron DeSantis太坏了 然后呢 把那些人全部送到军营里面去 就是你很难相信这些人 但是政府现在还有我们的媒体 就是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就完全相信就好了 我们就把我们的家庭敞开就好了 而且你家里来了这些人的话 请问你还敢出门吗 那 对 谁敢出门呢 就是你一出门 你知道这家人会在里面干什么 你家里要时刻永永远远都保持有人 然后如果来这些人跟你语言不同 更没办法了 他甚至都可以在你面前 就是直接这两个人商量说 他们家那钱包我看到 好像放在那个什么什么 你都不知道他来讲什么 对吧 当然不是说要可以把人往坏的地方去想 可是人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要知道你如果接待一家 你完全不知道任何背景 没有任何底细的人 就是来到你家里 你要明白你会要面对什么样的风险 可是政府从来都不会把这样的风险告诉你 他只会告诉你说你这样做很荣誉 然后你这样做可以得到快乐 然后你这样做可以结识另外一家的好朋友 他就是告诉你一些这些方面的东西 但他从来都不告诉你说在这些东西背后到底隐藏着多么巨大的隐患 他不跟你讲的 而且说真的 我真的没办法相信现在的这些非法移民来的这些人 因为他们在进来之前就已经触犯到我们的国家的法律 这样子的事情在就是这个家庭接受非法移民的事件越来越多 变得越来越多 然后我敢保证之后一定会有杀人的事件出生 就是坏事一定会出伤了 你小到说小偷小摸 大到就说杀人放火 这些事情都会有 然后一些什么纷争等等等等的 你都不用说跟陌生人在一起了 你跟自己爸妈在一起 有的时候都会有不高兴的时候 不是吗 然后你跟一些亲戚 你都不用说非法移民 合法移民我都不想让莫名其妙人来到我家里住啊 不是这样吗 但是新闻就是要鼓吹这个样子的行为 有这样的人可以当三好学生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弱智的一个行为 因为政府的错误要人民来承担 这个想法是非常愚蠢的 边境的问题很明显就是拜登政府的错误 边境就整个敞开在那个地方 非法移民不断的进来 然后你没有经过任何的审核 你没有把他们遣返各方面的 你就直接放进到美国的境内里面 这一切其实一直以来就是民主党 还有拜登政府他们犯的过错 人民出来承担了之后 他就说你好棒啊你好棒 你没有不用有后顾之忧 你就是在接待人 你在交朋友 你做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那除了树立了这样的典型 那当然典型越来越多就越好 对不对 就是让大家感觉到说 哎呀这个天空也是蓝的 花也是香的 小鸟都自由自在的飞翔啊 那除了刚才那一家人呢 还有另外一家人 另外一个应该是独居的一个老太太吧 看起来好像是那个样子 还是说他代表家庭来出境 不知道 我不太确定啊 反正就是接下来一个视频呢 也是啊 就说他们在中间什么建立了友谊 反正就是一切政府要你相信的 所以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说 哎下面这个视频 他在跟非法移民接待的过程当中 他得到了多么好的友谊 Migrant family from Haiti is sharing their experience they're searching for shelter in the Boston area and then recently found a host home in Brookline and now they're looking for jobs as NBC10's Aaron Logan reports they say these last few weeks have been life-changing and it's been an emotional few weeks for Wildande Joseph and her husband first sleeping on the floor at Logan airport then in children's hospital with their two-year-old daughter who got very sick she felt bad as any mother would now things are looking much brighter as they've been welcomed into Lisa Hillenbrand's Brookline apartment she says her daughter is very happy when she wakes up in the morning she says hi Lisa and everyone starts the day smiling it's a delight and it's really fun having them what I realized is there's so much prejudice against refugees mostly because people don't know them Lisa says she feels like she has her own personal chef as Wildande loves cooking in fact her goal is to open up her own restaurant the couple has their work permits and they've been taking English classes they're open to work anywhere to save money for their future in the meantime they're enjoying their time with Lisa their new friend for life and their daughter's new grandmother they are hardworking they want to learn they want to be successful and I feel great helping and I get to understand the refugee crisis from the inside Lisa says she's so impressed by the number of people she's met right here at Brookline town hall meetings who've been stepping up and hosting families she's hopeful more will do the same in the coming days and weeks I think this is a sense of people's experience when people first meet when people first meet they all will be each other's respect and respect and respect like it's always like you basically if you've had a lot of people if you've had a lot of problems you've had a lot of people you've had a lot of people you've had a lot of people or if you've had a lot of people you've had a lot of people you've had a lot of people 反正就是因为 时间的关系了 就一定会有不愉快 或者什么产生 对 这都是正常的 这些人 这一家人住到了 这老太太的家里 然后 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好 因为她才刚住进去而已 我敢保证 未来一定会有 非常多非常多的 冲突在那个地方 他们文化也不一样 他们语言也不一样 他都不知道 对方在讲什么 这个白人老太太 你很明显一看 她也不是老末 她就是个讲英语的老太太 反正 他们都只把这些东西 漂亮的东西拍下来 我希望各位可以看深一点 这个老太太 引进了一堆非法移民 然后进来到他们家里面 帮她做这个 做那个 都不收钱的 然后去住在她家里面 要做东西给她吃 然后呢 各方面的 用她的劳力 来服侍这个老太太 只是为了要住在她家里面 这个样子的制度 各位觉得听起来 像是什么样的制度 就奴役制度嘛 而且就是现在 在美国的文化里面 就他们可以要把人 按照肤色去分种类 怎么怎么样 这很明显 这是个白人老太太 住进来一家黑人 然后他们在那个影片里面 其实讲得很好 就是这个黑人女生就说 我很喜欢做饭的 我就是喜欢做饭 然后那个白人老太太说 她来了之后 我就有个免费给我做饭的人 或许没比 他们曾经有一瞬间 或者有短暂的一段时间 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可是未来 我觉得在这些方面 都有非常多的分歧 因为真的就是 最好在这个社会里面 如果你们不是亲戚 或者不是朋友 就你跟这个人甚至都不熟 不要免费接受 其他人去做这种 劳动力的事情 就是不要免费 去接受这些东西 别人帮你做了什么 要给他钱 不然的话 这个之后就很有问题 可是像他这种情况 你给他钱 不给他钱都不对 这个是非常难讲的 以后发生的事情 就是这个 这一家人住在他家 然后之后他们 或许在哪里 哪怕是有一点不开心了 之后他们就 可能就说说 哇 那当时我住在 那个老太太家 老太什么都让我干的 那你说那个 我又不好意思在那 我又没给他房租 对不对 然后我就每天 帮他扫地脱地 那全都是我干的活 然后他还说 吃这个吃那个 我每天又在那里做饭 到时候就变成抱怨一大堆 然后我就说 我做这些 他一分钱都没给我 然后怎么怎么样 什么什么什么的 就 就是这个人的好 你也一点都不记得了 然后你反而就会变成了两个人 这样彼此互相攻击 那个老太太也会讲说 你跟那时候 那一家黑人 我招压他们家一家 然后就又用这个 又那个 然后水电瓦斯 然后食物的费用 全部都是我付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金钱这个东西 的确是个什么万恶的来源 但是你 你金钱这个东西 人跟人交往的这个关系 你如果你没有摆在金钱上面的话 很容易就 变得非常的破裂 非常非常的糟糕 因为你只要 你不付别人钱 你其实就是在创造一个 奴役的制度 你就是在赖账 然后别人帮你免费的 做事情 如果他们都没有什么 就他们不是说 特别坚定的基督徒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话 他们就没有什么 做事的标准 像这个老太太 如果他不是基督徒的话 他这样大发善心 热心 其实他这个善心 维持不了多久 他这个热情也维持不了多久 当这些人做出 有一点不符合他心意的时候 他就很快就会后悔 然后他心里 你知道吧 因为他就是人的这种善也好 或者是这种 他很多时候是一种冲动 就是他这个热情 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除非是说 他是很好的 就是很好的基督徒了 如果是他为了完成什么 上帝给他护照 他们可以什么 头可断 血可流 他也可以忍耐 或者什么什么 不然的话 他没有一个理由去坚持 所以就是你不在一个信仰的基础之上的话 你想如果这家黑人 他们也是很棒的基督徒的话 就说我来到这里 那就是有一种说 在圣经的关系上面 在神的关系里面 我尊重你 你尊重我 然后如果有哪里 我们可以怎么怎么样去解决 虽然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但是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 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下 事情会变得更加的糟糕 而且这个不只是 将来他们一定会面对的东西 未来是有非常多非常多 在法律程序上面的问题的 你给我想想看就是 万一真的跟刚刚我们说的一样 他们真的起冲突了 甚至不用起冲突 他们真的就是吵架了 也没有谁对谁错 只是 就是俩人不高兴了 对 老太太说 那你弄完厨房 是不是该洗个完 然后那个 他们就是 明天早上再洗 我们的国家 都是早上洗碗的 只是我们国家的文化 就这个样子而已 OK 然后这个老太太就说 不好意思 我这样子 我没办法接受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不喜欢就是 那个sink里面游玩 有很多人是这个样子吗 一般人都是这样 就是你要干干净 吃完了晚就要把它洗好 就保持家里整洁吧 然后老太太就说 那这样好了 那这是我的房子 那你们搬出去好了 或者是你们这个 就是这个比较不方便 让你们继续住 你们也来了一段时间了 落脚也落好了 你们也找着工作了 你们要不想想就搬走吧 他有权利这样子去做吗 不是 他可以说 人家听不听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而且他跟 在那个 根据上一个这个人讲 他就说 我在电话上同意了之后 政府一个小时内 就派了车子来 然后就把非法移民 放在我家门口 然后让他们进来了 这样是个非常非常 糟糕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不认识这个人 然后呢 你刚才有签任何的合约吗 你有任何的保障吗 你在法律上 法官会站在你这个地方吗 如果他今天 这个老太太 那个男的 打那个老太太了 警察会有权利 可以去介入吗 还是怎么样 还是警察弄过来的话 把那个先生压在地上的话 会说他是种族歧视 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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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的法律保护 这个他们的免费住的合约 的期限是多少 也没有讲清楚 对 而且到底有合约吗 就是这个事 他如果没有合约 这就是变成了一个 基本上是非常难以解决的事情 在法律上也站不住脚的事情 哪怕就像现在大家都知道 在加州 对吧 那个租客是比较大 哪怕是像租客 他就是不付房租 然后房东说要撵他走 就是两个人中间 还有合同的情况下 你这个事都办不到 都不可以 更何况像他们连个合同都没有 就是口头一答应人就来了 这个更麻烦 不知道要怎么弄 而且你送他们来的是政府 对 政府可以跟你说 这就是我要你去做的 这是你答应的 我就是照着 你一开始想要接待 我现在就给你了这些人 现在你就是要把这些人 好好的带好 那个房子从西丘 它的地不是属于它的 然后像他们住的是 巴士顿 波士顿 对 那边是物价非常非常高的 你的房价也高 房租也高 大城市 对 这些人说真的 进去一个免费住的地方 他就不可能搬走了 一家三口在这住的好好的 然后什么都不用付钱 水电瓦斯 房租 啥都没有 你挣的钱 就是属于干挣钱 就是放到口袋里面 你让他们一家三口搬走 你租一个房子 咋的也得2000多块钱 你说个便宜点的1000多块钱 跟人合租 哪怕租一个房间 你一个月还得给个几百块钱 又没有这环境好 又没有这那么方便 这家就一个老太太 对吧 我们仨在这 这老太太也不影响我们啥 他们会搬走吗 这个很难讲 你就是这种 有点像狗屁高腰的感觉 你把这些人招进来了之后 你就真的不好 把他们往外送了 你把他们往外送 你想让他们走 这玩意就跟你耍过来 就说 可能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刚开始都比较好 就说 那个 客气一点 那个 什么 我女儿要来了 我们家里人要住 哪怕是用这样的方式 就说 那你们可不可以搬出去 说那我们搬出去 你让我们去哪里呢 我们现在什么什么 然后她的身体又不好 我们家的小孩还怎么怎么样 我们也没有地方去 我们也没有钱 如果你要我们走的话 可以给我们钱 光是这样子的例子 我们就认识好多了 我们还亲身经历过 然后这一切是在一个 私人财产上面发生的 警察没有管辖权 这个地方原本是属于老太婆的 但是现在那个地方是属于政府的 政府要在乎这些人 对不对 政府要派社工去照顾这些人 看你有没有虐待这些人 看你有没有奴役这些人 所以你的那块地 你在那块地 你自己家里面上面做的事情 从此以后就变成政府在做的事情了 美国宪法的修正案上面 其中的第三条 叫做Cordering Act 就是政府没有任何的权利到你家 那个时候是为了要避免 就是政府有一天 派军队或是派警察 到你家里面说要调查什么东西 你是有这个权利说 政府你离我的家 你这样做的事情是违背宪法的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可以 很大声的在这个地方 就是如果说真的 在美国发生那种大白那种事件 在上海那个大白的事件 大白拿着斧头要破你的门的话 民众是可以拿枪直接把那个大白打死的 就算对方是警察 他要破门而入也不行 政府你如果要进到民宅的话 你一定需要搜索令 或者是搜查令各方面的 一定要是法院颁布的东西 你才可以 现在不用因为这个是你自愿的把你家 把你自己的居住环境变成一个公共的住宅 听起来很好心的把自己的房子送给政府 让政府去使用 所以这一切就变成政府在用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就是政府要的 他只是在利用这个议题 然后让很愚蠢的人 跟这个老太太跟老这个这个这个一样 就是去把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东西 献上去 然后让别人去使用 等于就是丧失自己的权利 丧失自己的使用权 那我们之前呢 也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有一个房子 那这些人不付租金 然后基本上就是你年也年不走 狗屁高要 就是房东去找了也没有用 那后来有叫警察来 那警察当时就有跟我们讲一句话 他说 You might own the house but it doesn't mean you have the right to use it 你或许是房产的持有人 但是不表示你有使用那栋房子的权利 当时这个警察也说得很清楚 就是说我说那这些人 他们明明就是不应该在这里嘛 那房租也不叫什么 就是他们其实是非法占有了其他人的房子 那要怎么办呢 那警察说 我们就是根据我们看到的 我现在看到这里 他就是住在这里 他就是住在这里 就是警察说 我不管他到底给钱没给钱 这到底是不是他的房子 他是不是就是随便冲进别人家 他就开始在这住了 我看到的是他就住在这里 所以房东再来 房东要被抓到监狱里的 对 因为你跑到人家住的地方来了 他就是不管说这个人 到底应不应该住在这房子 他说我看到的就是 他们就是住在这里 然后你们要马上离开 你们如果再来 进局的 就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事实 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况 但是这样的影片是基督徒最爱看的 然后什么佛教徒最爱看的 因为充满着大爱 然后好像充满着就是 公有化自己的私有财产 然后呢 就是让自己好像看起来变得 很和善 很和蔼 然后呢 在做善事一样 但是这对你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险 然后这是你对你的家庭 你对你的财产不负责的一个方式 最不负责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把你的财产 你把你自己的家 给政府去使用 给政府去做这样的东西 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跑的 你是必须要在那个地方负责 就算你今天在那个地方 跟你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访客的一群人起冲突 政府也不会站在你这个地方 因为这是你同意政府去使用的 政府一直想要摧毁的 就是我们这一点 就是我们有私有财产的这一点 然后呢 想要的就是我们无脑的 把自己献上去 给他们去做这件事情 马萨诸塞州 现在开始已经实行这样的条例 那我相信基本上 蓝州应该都很快要这样 尤其是加州已经呼吁了那么久 或许之后 加州也会开始要慢慢慢慢 有这样的行动 所以不管媒体还有政府 把这个事情包装成是 多么一个活雷锋的事 或者是一个多么好的事 就是你是一个好人 然后要激发你的善心 要等等让你做这种事 千万别头脑于热去接受这种事 我们基督徒是应该做好事 没有错 基督徒应该要用基督的爱去爱别人 也没有错 但是这不代表 说我们要帮助政府做违法的事情 这也不代表 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些 你根本都不知道是谁的人 把他们赢到我们的家里 让我们自己的家人 还有孩子 还有我们自己的财产 都蒙受非常巨大的风险 所以 面临着现在非法移民越来越多 然后边境还持续开放 然后每天还有一大堆 莫名其妙各种族裔的人 你看有海地人也有 对吧 南美洲的人也有 现在华人也跑进来一大堆 不管是什么族裔的人 哪怕是华人来讲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家门给打开 这个是最基本的 最起码的保护自己的方式 再说一点 就是如果说你是打算要来美国的人 I don't know 有这样的朋友看我们的节目吗 不要来 要来的话用合法的方式来 不要在进入美国之前 就犯法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你也更不应该支持任何这样的行为 不要来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 你看了这样的行动之后 你有没有觉得说实在是太夸张了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现在的人怎么都那么好骗呢 只要政府说两句话 马上就上当了 然后还居然还要当一个什么三好学生 让这个新闻频道赶快来拍拍我 对不对 然后来鼓动大家一起去做这样的事情 真的是非常夸张 所以你看完今天的新闻之后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什么的感受 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知道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坦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